日本政府在5月7号宣布将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六都府县 但疫情却持续失控 周五晚间日本政府在扩大范围 紧急事态增加至九都到府县 此外新增群马石川和雄本三县 列为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对象 这可让东京奥运前景更加黯淡 东京奥运新增的滑板项目周五举行测试赛 没有国际选手参加 为了让自家运动员安全参加东奥 现在巴西也开始替选手大规模接种 东京筹委会主席乔本圣子也说会努力打造赛事泡泡 日本研议打造安全泡泡 避免运动员教练跟一般民众接触 只是许多日本人可不领情 从五月五号发起的反东奥请愿活动 才短短九天已经突破35万人连数 发起人在周五正式向东京都递交请愿书 不少日本企业呼吁停办东奥 就连电商龙头乐天集团执行帐也跳出来开炮 除了日本国内的反弹声浪 前美国职业足球员也投稿纽约时报 文章封面就写着运动盛事不该成为超级传播者 冬奥必须取消 所以钱也会解释了很多 当时为止他们在冠状态的状态 博弈科夫炮轰直一半奥运 除了钱还是钱 完全把人命抛在脑后 恐让日本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